Hello 晚安 你們差不多睡覺 記錄一下起月的心情 我有十幾年的抑鬱 我小時候已經有一次了 那時候是因為抑鬱停了一年學 接著吃藥 接著呆呆滯滯了 呆滯滯了兩三年 我讀大專的時候都好像呆滯滯滯那樣 那幾年我到現在都有點不記得 有一次經驗 接著就出來工作 其實我人生很順利的 我都很順利 很感激一天 但是因為沒有學會一個比較正面的思考方法 其實學校沒有教你怎樣去正面思考 接著在大概十幾年前開始 進入了一個負面思維 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時候 一日多一點 一日多一點 接著去到是很嚴重的 我特意拍一個片 我希望可以分享給有需要的人 那就先戴上頭盔 不要打算看一個片就可以搞定了 如果有需要就看醫生 官方答案 但是我的方法 人人的方法都不同的 我的方法 我真的不斷地找資料去看 然後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最後就 這麼巧合 突然間有一天叮一聲 釋懷 放下 執著 放下 哪件事困難呢 放下容易 但是在不同的境界 你會有不同的看法 剛剛想起 我最能夠放下第一 就是我把我之前十幾年的抑鬱 我去賦予它一個意義 我當是一個很長的人生課程 我們小時候讀過幼稚園、小學、中學 讀書、畢業 你會得到一些東西 人是需要意義 是需要有意義的 我 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我在四、五年前開始半退休 問題就是在半退休之後 蔡翁失麻燕子非福 或者蔡翁得麻燕子非禍 在我還未到四十歲 那時候 我就已經半退休 人家說 好啊 不用做啊 在浪費命 第一 我又不是很有錢 我只不過是一個 物欲不高的人 所以我很快就可以不用做 因為我要的東西不多 我一本白飯都開心 你可以說是懶的 但是 最後是那種空虛 那種痛苦 如果你是發了一塊 那些人就更加清楚 我也聽不少 就是發了一塊 收租的那些人 益得才厲害 然後 我賦予什麼意義呢 就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分享的能力 可以分享 因為我真正感受到喜悅是什麼 我曾經不放得下 就是我最親的人 聽不明白我說什麼 我其實跟他的基因是一樣的 你知道你說得這麼白 那 我跟他都在一個迷宮裡面 我在一個迷宮裡走過出來 我當然分享給他聽 我這樣走 但是 後來我放下了 我明白就是 其實這個迷宮是 人人 走出來的方法都不同 我不可以用我的方法 去告訴他 我自己的極其量 我可以分享 但是我不可以去控制他 這個就是我的方法 因為自己都控制不到 如何控制人 是吧 很多時候 痛苦是來自 你想控制其他事情 現在 反而起源是來自什麼 就是 那些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首先就明白 是會發生的 那些事情在腦袋 其實 外界是怎樣 是不重要 是在你的腦 你按不按那個按鈕 是吧 有人激怒你 他怎樣做 不用 就是 是他做的 你生氣不生氣 是你作主的 那現在 我就現在又是 就是這個狀態 那就很好 然後 之後 之前 有時候會來到這個狀態 其實我很久之前 就已經有喜悅的狀態 感受到喜悅 但是很快就沒有回 因為那時候我很希望 可以保存這個喜悅 但是 現在 我更加明白到就是 無常 其實都是聽回來的 聽著聽著 很簡單 無常是什麼 無常就是 他不斷地變的 世界還變的 你今天起月而已 明天可能很不起月 不要緊 明天起不起月 就是明天的事 現在這一刻起月了 然後 那是不是當下 我想是 好像很抽象 很虛無 但是 就是這樣 有些事情 不是一加一 就是 吃 這麼簡單 但是 你說去選 應該這麼說 我身邊很多朋友 有時候會說 我都希望這樣做到 這樣 你說是簡單 又可以 你說是難又可以 我就用了十幾年的時間 就做到 我太太是很厲害的 我太太一通生日做到 我就是在他身上學習的 他any time都在放空 很難 我以前覺得很難 但是 有一天我突然說一聲就跟自己說 如果你覺得那樣東西難 那樣東西就難了 但是你起碼要覺得那樣東西是容易 你才有機會去做得到 我就是這樣 所以我分享 首先要覺得容易 如果你這一刻 你是在一個很低的狀態 你首先跟自己說 可以的 容易的 可以改的 然後 太多方法 上網太多 什麼對著快鏡笑 和自己high five 每一天 鼓勵自己 有用的 真的有用的 一開始就覺得 很奇怪 你習慣了之後 你每天見到自己 你會笑 自己為什麼不見自己 為什麼不笑 你對著好朋友 你也會笑 對著自己不笑 我現在錄一段片 看到自己 我笑 很自然 那你會開心 因為有時候有些事情 情緒 內分泌 都是這些事情 搞出來 那 早睡早起很重要 早睡最重要 是最關鍵 然後練習氣功 我就練平脫功 我現在習慣了 練平脫功的時候 就順便冥想 省時間 其實都是那些事情 令自己的腦 放鬆 也不是完全放空 因為腦是不停想事情 你控制不了它 只不過是令到 例如你把聽覺 先聽 先聞 把觀感拆開 step by step 很多方法 太多方法 每個人都可以 找自己的方法 關鍵就是 你要開始去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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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覺得 一切都是緣分 我現在明白 為什麼人家說 什麼大切大悟 我又不敢說 什麼大切大悟 起碼都是小切小悟 感覺挺特別的 分享到差不多 自己想說什麼 就說什麼 很輕鬆的感覺 我去年突然間 覺得人生最重要的是 平安喜樂 所以我經常祝人平安喜樂 因為我其實 祝人平安喜樂 其實就是祝自己平安喜樂 你每說出去自己 其實是跟自己說的 現在我就祝大家 輕鬆自在 不勉強 我很享受這種 輕鬆自在的感覺 但是我不勉強 我不強求他 可以一直保持著 你如果一直很強求 我要一直都輕鬆自在 那就不輕鬆自在 你明白了 給自己一個 祝大家輕鬆自在 有緣人 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都是自己的選擇 因為 我深信 其實你不是信 是很簡單的 自己的人生自己負責 所有事情都是我們選擇的 外面是怎樣 真的不重要 在這裡裡面是怎樣 是你想的 是嗎 輕鬆自在 有緣人 拜拜